立正 請你 請坐 各位學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沒有一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因為 這個上課之後 我這期就算結束了 這期是 這期的學員叫做第十七期 會算真早 如果跟我們台灣要健康 我高級 如果要四千名 現在差不多收分的差不多一千兩百位左右 所以如果要四千名還乘以三 乘以三的時候差不多要五十幾幾 所以十幾幾算真早 當然 我要接剛才上課的 要跟各位說的就是 建政法 什麼叫做建政法 過去 大家說台灣的地位 將來 不要有人說建政法 台灣過去 也沒有你說建政法 但是大家都不記得 我們的阿公阿嬤還是老爸老母 的時候 有經過的建政 大家都不記得 經過的建政 一定要用建政法來解決 建政以後的土地問題 什麼叫做建政法 聽起來是簡單 什麼叫戰爭法 其實已經叫建政法 在全世界 坦白說了 會學者 不多 我去託建政法 其實是以外 貪小便宜 為什麼說我託建政法是貪小便宜 我去託建政法 為什麼 因為建政法的告訴 比較少 這拿福祉學位 比較簡單 所以我是貪小便宜 我去託建政法 但是 做夢也不想到說 我託建政法 竟然說 可以救到台灣 和蘇聯 在兩年前 都派記者兩人來專程來訪問我 跟我討論有夠貴 所謂的建政法 主要是 專制來說五個條用 不是叫條約 五個 約束 海牙第四公約 海牙公約有1234 第四公約 全文率平 建政的事情 日內瓦和平公約 紅十字 總會的章程 有關戰爭的部分 美國陸軍總署 野戰手冊 三千幾條 最後就是 美國最高犯於 優冠建政部份的破例 這五個 構成整個的 戰爭法 其中 要加上 慣例法 慣例 所以 要做建政法 討論得很好 不是那麼簡單 台灣 台灣因為 經過太平洋建政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有參與啊 一直 衰一年 十一月 催七 日本 騎襲珍珠港 不是用偷襲 我用騎襲 這是怎樣呢 因為 日本他說 我要鋒炸 珍珠港的依情 一段很久 我已經 用電部交代 我會駐 美國的大使啊 用宣戰的說明書啊 宣戰書啊 送給你的總統府 很可笑 那時候因為 用電部的管理 萬一段很久了 就是說 一段很久的依情 日本軍隊 開始你給他方丈 啊 日本的大使 才拿這個 宣戰的說 那個宣戰書啊 送去 他的外交部 不怪那時候的外交部 將這個宣戰書 彈在土下 用力量已經 你把我偷襲了 你還在戰爭 不管怎樣 日本他說 我已經跟你統治了 建政 一定要先統治對方 啊 美國 開始把他偷襲 以後 羅斯武非常受傷 所以12月8號 7號 鋒炸 震助人 12月8號 馬上在國會啊 宣佈一個宣言 之後 由美國的國會 對日本 正式宣戰 聽不懂 是日本的 美國的國會 選前喔 美國的總統 沒有宣戰權喔 國會才有宣戰權 12月7號 美國選佈 選前以後 12月7號 不建設的中國人的蔣介石啊 從打到四川去了 都已經要撞去了 他也宣戰啦 對日本宣戰啦 你也想看 這裏還有故事呢 12月9號 對日本宣戰 同時取消 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對 條約不能取消啦 哪能取消喔 你跟你們太太結婚喔 也能取消呢 你要取消你們太太有同意嗎 不同意嘛 對不對 你太太說要取消 你也不同意啊 所以這個結婚 和這個條約啊 有同等效率 不是說我要出銷就出銷 不太簡單耶 國際法的規定 條約就是已經執行的部分 在你參謀的時候啊 不要自去繼續執行 那時候會有效 還是說你原來的條約有說 有一個取消條款 那那是一九五十年 流氓的中華民國跟美國簽一個 中美共同防禦協定 那個就要它出銷 美國它出銷掉 因為它可以出銷掉 一九五十年要還有一個就是 流氓的中華民國 在中國跟日本 簽一個台北條約 裡面也能取消 所以這個台北條約 後來有取消掉 所以這個建政法裡面 規定這麼嚴格 但是中國人 尤其是中華民國 都欺騙老百姓 所以一九十一年 十一月吹到 你選前以後各位 一九十五年八月十五 五幾本田龍 全部導航 經過多久 連四年都沒有 他對我說什麼 八年抗戰 台灣的孩子都八年抗戰 我問學生孩子很多 特殊先生說八年抗戰 有啊 台灣有八年抗戰 日本 誰轟炸台灣 日本 可怕 真的很可怕 當時 九十一年 他說他選前 立宿去翻他的紀錄 他在那個 中興新村 有一個武館 裡面有選擇的一個 毛筆席 第一紅的印鑑都在上面 我發現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十二月吹到 他的節目是什麼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可以宣戰嗎 當然也可以啊 什麼人 那人叫做 國民政府的主席 林申啊 是林申宣戰的啦 他騙他不知道啊 說他宣戰 取消不平衡條約 像我們的孩子 咬咬咬咬咬 我以前小時候 也覺得好偉大喔 取消不平衡條約 各位 對啦 看魚仔那也是一個事情 立了 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咧 你們不知道 我看你們知道 也跟我一樣 都會覺得以前偉大 越厲害越死 所以 一九十五年 八十五日本導航 一九十五年 九月初日 正式簽投降書 馬卡斯 代表 日本 由他的外交部的部長 聽清楚喔 外交部部長 代表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聽清楚喔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喔 一個人代表兩個喔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因為我要說的事情非常要緊 跟日本有關的 先說幾頭前 1895年4月17號 馬關條約 是一大清大皇帝 和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就是日本天皇 簽條約 第二條公 將平鵝 跟台灣 他跟他的附屬島嶼 捕給日本天皇 這是什麼故事一樣呢 我 如果跟我們的志鴻兄 潘志鴻先生 簽一個合約 說我這境處 過後給他 所以這境處的所有款 現在變什麼 潘志鴻的 潘志鴻的 潘志鴻很好 他家 過後給他 他這境 他想說 他沒有自己要經營 他交給他的學生經營 可以嗎 可以啊 他如果有三個學生 他經一個第二的學生 說我交給你經營 這個經營跟什麼一樣 跟日本天皇 將日本 四個島 本州 九州 四國 跟北海道 跟首相去經營 一樣 所以 日本的首相 有經營權 有管轄權 日本的天皇 有所有權 台灣這個土地 掘給日本的天皇 以後 日本天皇 有台灣這個土地的所有款 所以他這個所有款 他要叫什麼去管 他不是叫日本的首相管 因為這是一個殖民地 這個殖民地 他一定要叫一個總督 在國際上 要叫 High Commissioner 總督要來管 這時候他任命華山之際做這一任的 所以 在1895年的6月2號 立基隆 外海 橫濱王 上面 辦理高質 立基隆 代表 立基隆 代表 立基隆 代表 代表 華山之際 代表 天皇 這樣 簽約 高質 高質 以後 劃定界線 劃定所有的島嶼 這個時候 包含 釣魚台 說到這個釣魚台 在一九 四億年的一月份 他剛才說 四月十七千馬關條約 但是一月份 日本 雞肉工選佈 釣魚台是無人的島嶼 我已經宣佈我日本去佔了它 以國界法的這個無人島的地位 去將釣魚台攜回來 二月份 中國選佈 清條選佈 No 我清條就有人在 釣魚台上面多長 所以你那個選佈不好 但是 可惜 1895年的四月十七號 用馬關條 可以掛給一本 所以 現主持 現在你會釣魚台 釣魚台上的 1895年四月十七號 馬關條的掛給一本 但是 1945年 八月四號導航 1952年 就現在和平條約生效 釣魚台 釣魚台 整個 釣魚台 釣魚台 整個 釣魚台 中年左右 釣魚台是熟臺灣 中華民國外交部 差不多半年前 邀請我去中華民國外交部吃飯了 吃兩次了 然後請教說 釣魚台到底是誰 我說你聽清楚喔 釣魚台是日本的 我不對 釣魚台是臺灣的 但是 臺灣是 日本的 你釣魚台什麼的 日本的 但是很多人 釣魚台什麼人的 誰在亂說 歷史姻緣 我用釣魚 看得這麼清楚啊 想說臺灣這塊土地是日本的 我繼續說不完 你的好生 潘志弘的好生 你管理做總經理 管理不好 甚至這個管理之後 去讓第三者說 你管理不好 你又欠我錢 你這個土地 我請問他 他的好生 現在去讓這間房子 不能經營 政府三民人的 潘志弘的嘛 台灣 發行建政 古金山河平條 日本放棄租款管理 right of sovereignty 那是古金山河平條的第二條 日本拒絕 日本拒絕 放棄 all all right 不加s 那個all 是複數 營業複數 right s要加下去 不加 title不加 and claim to formosa 那句話 是日本政府 放棄 台灣的主權管理 各位有管理到什麼 義務 義務在什麼地方 在萬國共犯來就有啦 所以你會不會清 那就清了嘛 啊就位這個日本 日本 我說這個日本就是日本政府 不是日本天宏 但是這個 投降書裡面 日本的外部姓 的外國部長代表天宏跟政府 但是這個條例裡面是 日本政府放棄 有看著天空嗎 沒有 不怪 去年九月七八 我們去美國去幹 辦那個集會 台灣民政府成立的集會的時候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代表 美國的國務委 美國的國風部 美國的司法部 五個單位 拿兩條杜送來 那兩條 各位你們的道兵 那兩條 上次的道兵 那些是日本 鳳基日本的皇居 二重橋 這兵是歐巴馬 一手 拿到聖經 一手在選世 這兩條杜 他沒有跟你說完音啦 你拿回去 告訴你的秘書人 他就知道了 這兩條杜說什麼意思 台灣的地區什麼意思 日蜀美戰 台灣這個土地 這上是日本天皇的 但是現主是 是美國 跟你講的 台灣的地區清楚 你這裡有辦法來解決說 現在這個情分要怎麼解決 不是在那裡歐巴法 台灣是主權獨立 要在獨立 要在獨立 就要入聯合 那些都是消費 你做比較久就不行 馬英雄 驚立 他是什麼身份 美國的CIA 當時是美國的立刻 我是大聲講講 為什麼 民進黨講幾部 我沒有加過 只有一個人加過 只有一個人加過 沒有 Roger Lin 我花錢的加過 加到美國的CIA 沒辦法 從美國 坐飛機回來跟我談判 林先生你不要再加過 我真的跟你說 他的身份是什麼 柏瑞光說 馬英雄的身份很複雜 複雜在哪裡 我講給你聽 馬英雄 當時拿到烈卡以後 跟李清安一樣 一個 汽車 進去 加拿大的溫哥法 那後溫哥法 離開 回台灣 所以理論上 法理上 馬英雄這個人 在法理上 要再留在哪裡 美國 他為什麼要用這樣 因為 他在頭部 中國人最愛用的 頭部 頭部 就是他在利用 美國歷卡的規定 像你兩年半 加一天 在美國 連續停留的話 可以變成美國的公民 因為有一天 他如果沒到 他還回到美國 他還在 多倫多 還是溫哥法 還在美國 這樣 他就超過兩年半 還有一天 馬上拿到公民權 所以 普瑞光說 馬英雄的身份很複雜 在這個地方 李清安 我們 一樣 用這個奧布 所以 他要你做 剛才你做市議員 那個時候 他就躲回去 這樣他得了公民 還要他做立法委員 你立法委員的時候 有一次 因為 警告案的時候 他立法發表 他說 普瑞光 不普瑞光 楊舒立 Steven Young 他中間說 他應該要將他 驅逐出境 普瑞光 起一個 你好高 這塊土地 是我一個人 你要我驅逐出境 來公布 他的公民的新聞 公布之後 立法委員不用做 現在還要拚 但是中華民 的法律說他不用拚 那時候中華民 是很不見識 他自己法律 聲說不能雙重國籍 你代理拿美國的公民 你做立法委員 法律都引導定的 你台灣人 沒辦法 你顧不贏 顧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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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中國人 在祈福台灣人 最好的證明 給你聽 給你看 你看他對 所以怕你 馬英九的新聞 以美國人的立場 他當然比較相信馬英九 比 謝湯廷那個時候更相信 怎麼說 謝湯廷 是民進黨 是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三五個是發獨立 他不說 美國 那時候國家安全會議 在選總統的議政 2008年 還沒選的時候 有來給我記憶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不要支持謝湯廷 他台灣人啊 因為我們對謝湯廷先生 我們不信任 不信任 為什麼 原來謝湯廷 去訪問美國的時候 有去讓他們叫去 國風部 那就是國風部 有八人 和謝湯廷說話 但是他們都不跟謝湯廷直接說話 他只寫一個大條 也不跟他說他是什麼人 說你請你按照這個上面所寫的 來回答 口試啦 啊 為什麼美國可以叫 要選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去口試 這個問題嘛 為什麼中華民國總統動選的時候 如果沒有美國的賀電 不可以就任 這就是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人 在美國總統的身份上呢 杜魯門 在這個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以後 他就占了台灣的占領權 啊 之後這個杜魯門 開始獎 他的管理 和歷任的美國總統 一直跟他走在為止 現在跟歐巴馬掌握 啊 所以這個掌握 美國為了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他不可以說 為什麼不可以說 我們已經看到他怎麼不可以說 很簡單 我說的是什麼 其實美國人對我們台灣人 不好 你台灣人過去 就是 北中 美國的部隊 全體見面 什麼時候 他就數一年 十一月 十二月 吹佩 就是 中華民國 中華就選前的情一天 十二月 七日 美國 日本叫風扎 珍珠港 雞登港 菲律賓有一個克拉克基地 空軍基地 它是輔助所謂東南亞的空中勢力 十二月 吹佩 那一天 鄉鄉在台上出現百幾隻零食戰略機 將美國在克拉克空軍基地 所有的飛機集體見面 這是麥克阿瑟 他自己說的 他這四人裡面 受到最大的侮辱 有這扁鴨皮 日本人打的 我有看 他形容說麥克阿瑟 就把他們騎上去 這飛機尾就來了 他的參謀跟他說 這些飛機 由高雄來的 就是由高雄的基地 那時候的高雄基地 是在冰冬 零四戰鬥機 是日本發明的 很輕 可以背很方 去將他克拉克的空軍基地 集體消滅 它還背著回來 在那時候 那時代真的是一流 那時候的 日本人的武力 是全世界 高的主要的國家 裡面 它是騎在頭上的 藝術世界大臣 結束以前 日本人有十九隻航空母艦 二十九隻 中國人跟今天為止 一隻就沒有了 天主席那隻航空母艦 那是價 把烏克蘭買 兩千萬美金 到今天 那隻航空母艦 只買了之後 要塞到他的大連 塞兩萬 是怎樣 那隻航空母艦 沒有引擎 我相信我們在地 有很多是做航海 原人要搭的衣情是怎樣 就要 準 還沒搭的衣情 去搭的 讓你搭好 還要搭怎樣 要切開呢 因為 中國一個看 那好笑啊 那準的鐵棒 如果切到這裡 他就沒有那個鐵棒 還要搭 所以我告訴他 那隻航空母艦 跟兩千空 十八年 他還沒辦法上班 上天 例如我上兩三個月 他說他四航 我哥幾年是四航 那冒黑煙很高 你有看到嗎 那不用上班 那冒黑煙就知道 航空母艦在哪裡 你要把它打到打到 各位 不要怕 那些航空母艦 他那隻航空母艦 是第36隻的飛機 36隻的飛機 如果真的說好 他要來撿 他機中的一半 十八隻 他不能飛出來 是怎樣 要保護他航空母艦 本身的安全 是台灣 出的可以做一個幾隻 十八隻 十八隻 要來打台灣 和中華美國 他就打不到 不要說美國 一千幾顆的 這個叫飛團 向台灣 你知道飛團 那飛團要走 飛團 三種方法 第一 機械式 機械式 那很不準 人家說要打中通貨 他打到我們這裡 打不到 飛團要 飛去外太空 在太空 再下來 第二種 他用雷達導引 第三種 GPS GPS精準 但是 GPS 這個十二粒的 衛星 什麼人家說 美國 你如果開始發動 戰爭 美國它 電腦關起來 那變成沖天炮 所以不用煩惱 連心理上的威脅 都不用 中國 標明上 七大軍區 一個二炮 三個艦隊 日本的主委員 說一句話 聽很多人說的 中國如果 發動戰爭 日本有辦法 在二十四休息 裡面 將它附在 水面上的 航空母 尊者 全體 見面 這是日本主委員說的 你知道六方會談在 那幾年 在說的時候 美國的代表 跟中國的代表說 因為你中國的武力啊 不是第一名 我美國也不是第一名 中國代表說 啊誰是第一名 是外太空嗎 我告訴你 是日本 一個我們在這裡 公共的夭壽 海山林重機 九個工廠都去給它 給中國的網民 一邊把它切 它要滋滅 來副家 沒有鐵 山林重機啊 厲害到什麼程度 我告訴你 你就在報端看不到 法國的工作 那個協和號 客機啊 你知道協和號是什麼 超音速 工廠現在走的 因為它引擎聲音太大 世界環保啊 就是說你不能再做了 停飛 停飛以後 那個工廠走哪裡 對 日本買的 日本的山林 只加圓棕 改一個東西而已 聽我說 沒有聲 用那個山林的圓棕 它做十八家的戰鬥機 這就是 美國在跟我說 你如果有圓棕大 你敢給它 那些 它每一隻 可以拿四顆的圓棕大 美國 有很多武器 我們過去 中華民國在買的時候 你不可以拿四顆的圓棕 被被騎